然后老板帮我放到车上 你看怎么缝吗 这里你帮我放到这上面吧 刚好今天拿了一个快递 不过不过你别 你放在上面吗 没那么管你 这怎么办呢 根本就那个地方可以缝了 过来上车 对 还有今天围囊扶过了 坐好 在我家扶过不推他 我慢慢洗还可以的 嗯这个好尴尬 一个大梅沟花 我觉得要倒 要倒 那么现在开始下雨了 请问一会儿 我的蛋糕还能吃吗 哈喽我是王娜 我现在是在广西桂林市 那么刚刚我去蛋糕店 取了蛋糕 还有一束花 是一位粉丝朋友送的 明天就是我24岁的生日了 我是92年的 2月初一的生日 其实我是没有打算过生日的 过生日代表着我又老了一岁 在一个接近30岁的年纪 一个女人在外面四区流浪 漂泊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吧 其实 我只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无关性别 无关年龄 朋友说给我订蛋糕的时候 我是再三地拒绝的 因为最近两天我在刷纸 每天晚上都会运动 运动着腰伤背疼 然后吃的也很少 那么这一个蛋糕 可能就是我好几天的热量了 但是朋友说了 生活要有疑似感 说的也是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啊 每天住战旁 自己做饭 好像是缺少点什么 不得不说 有人惦记是真的好 特别谢谢关心我的朋友 现在雨下大了 往复过也没办法遮它了 我要怎么办呢 先找地方避雨吧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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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祝我生日快乐 嗯 29岁了 希望下一个生日 不要是一个人过了 希望家里们的身体健康 希望旅途顺利 3 2 1 因为这段时间在减子 每天都有运动 饮食也很规律 那么我现在闻到这个 榴莲的蛋糕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心里有两个小恶魔 在对仗 一个说吃吧 过生日吃一点没有关系的 另外一个说 平时那么的辛苦 累得浑身腰霜被疼的 吃一口就前功尽弃了 这个榴莲的香味实在太香了 这是我最爱的榴莲千层蛋糕 真的是赤裸裸的折磨人啊 好香啊 我好想舔一口 这两天连续三天都锻炼身体跟饮食控制 我已经瘦了有五六斤了 所以我不能 因为这个蛋糕 因为我的生日 而去奉仇自己 那么 再吻两下 奉回去吧 今天收到的一束玫瑰花 我们摘一朵玫瑰 看一下小滴滴的玫瑰 来许个愿望吧 找得到男朋友 找不到男朋友 找不到 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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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30岁的生日 应该不是一个人过 应该能找得到 我忍住了 我没有吃蛋糕 准备明天早上起来再吃 我之前过生日的时候 会去煎血 然后每次都是搓400cc 然后今天我做了一件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向中国人体器官捐赠了 自己的遗体 当然这个事情是在我发生意外之后 才会实现的 我旅行八年了 我也知道 旅行的路上的话有很多意外 虽然我这八年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如果按照我的性格 然后还想跑更远的地方 那么肯定有一些 不可看见的运输存在 所以我签了这份捐赠 也是说对自己以后的一个人生态度 大雨海滩里面有句话这么说的 这短短的一生我们最终失去 爱一个人 攀一座山 追一个梦 不妨大胆一些吧 那么让我们活在当下 珍惜当下的人跟事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生日祝福啊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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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